畫面中男子往前奔跑 過程中還不小心被路邊的電動代步車半倒 但他一秒都不敢耽誤 又立刻爬了起來 因為後面一群人馬上又追了過來 對著他一頓猛打 直到民眾聽到聲音出來查看 幾人才鳥獸散 事情發生在2號下午4點多 宜蘭三星路四段上 一名張姓男子和零姓被害人 有金錢上的借貸 催債時引發不滿 因此張姓男子找來另外三人 一起毆打零姓男子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那三人下車其中一人持短棍 兩人徒手 那車內留駕駛者 那該三名犯嫌下車 毆打被害人後 選機坐車離開 前後坐案約一分鐘 事後臨近男子慌慌張張的 跑進警局報案 並且在遠近的陪同之下 送往羅東博愛醫院治療 幸好人沒有大礙 以上為您掌握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